落实居住正义陶原首座社会住宅 总录二号正式上梁 编列了住宅基金45亿元 预定在第一阶段10个设宅 大概有4176户 二阶段加起来会到达12000户 另外我们有1万户的租金补贴 1600户的包租贷管 师傅既出规定设宅对象 以七成青年三成落势为原则 年满20岁涉及或就业就学在桃园市 且在周边区域没有房产 每月平均收入 在桃园市50%分位点以下就可申请 其中一般户租金是市价8折 约8000到16000元 增加户则是差额补助到6折 约6000到12000元 承租期限三年为一期 最多可租两期六年 预计明年4月完工 20万年我们有信心可以拿成 尤其看到桃园市这么积极的在处理 我们更加有信心 这个社会住宅是我们中央跟地方要一起来处理的 所以我们在基地的补助 内政部员补助了1.2年 毕竟桃园市移入人口快速成长 自升格后截至上个月 已经超过11万人 预计设宅在正式开放入住后 又将会有一波人口嵌入潮 华语新闻陈明燕 许国豪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